今天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啦 我們那個... 今天要教大家怎麼樣去分析文字 對不對 在我們之前我們應該是從來沒有分析過文字嘛 對不對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啊 上課上到現在為止啊 你這個... 我們不要說完全有跟上好不好 就是你大致上邏輯都了解的話 你應該發現了一件什麼事情 我們最開始的時候是用 結構化數據對結構化 output 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就是數值輸入 然後我們的輸出是什麼 類別啊 線性啊 什麼之類的 後來 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改進 是我們把我們的 input 改成了圖 對吧 然後我們的輸出 當時還是結構化輸出的嘛 就是有一些這個... 就是什麼 這個... 就是它圖像分類啊之類的 對吧 可以理解 OK 那一步一步 你們就到了現在這個樣子啊 那接著 這個圖像輸入我們很熟悉啦 那我們後來是不是改了它的 output 它的 output 改成居然可以用物件識別 拉框的這種格式 對嗎 是不是一個很特別的進展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希望喔 我們再擴展一下我們的 input 我們希望我們不只是可以分析 數值資料影像 那文字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 領域啊對不對 而且文字特別難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 圖像跟語音 你們覺得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語音你們... 你們有看過語音的數據嗎 語音的數據如果你們沒有看過 我可以跟你們講啊 它就是... 有不同的這個...就是... 赫子 就是不同的數目 赫子數 然後它... 在每一個時間點 它這個訊號強度是多少 它其實跟心電圖非常的像 語音的數據其實跟那個... 心電圖非常的像 所以應該不會太難處理 你們大家可以想像它就是一個矩陣 好可是文字在我們開始教之前 你們覺得應該怎麼處理 好你們基本上應該是想都想不到啦 對不對 文字應該是不可能 呃... 不可能很容易的去想到它怎麼處理的 好不好 因為文字比起其他的 它有什麼... 差別 就是我們的這個字的數目實在太多啦 對不對 那每一個字的意思都不相等 對吧 所以說我們遇到非常大的困難 我們要怎麼去分析文字咧 那我...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你們看過文字怎麼解決之後 欸也許以後你們看其他 都覺得沒那麼難了這樣子 就好像你們現在看過了 物件識別的output以後 你們現在應該覺得 其他地方都沒有那麼難啦 對不對 好 那文字最簡單的一個分析方法 是透過磁帶模型 什麼叫磁帶模型咧 來我們先... 先講一下文字有什麼特性 你們這樣才容易往這邊想 文字的特性就是 今天我們就講英文好了 英文單字可能有十萬個 這十萬個英文單字 每一個意思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你覺得他們字母長得很像 這個字母長得很像 他們的意思會一樣嗎 欸不見得 對不對 那... 那這個... 呃... 就是當然他會有一些什麼字根 那些... 這個規則是不是非常多 如果規則少的話 大家學英文也不會學得那麼痛苦的嘛 對不對 那... 這個中文比起英文啊 其實都更複雜啊 對不對 所以說 文字 我們現在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 維度有點爆炸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描述 一個字 一個單字 在用數學的方式描述 不然AI沒辦法運算嘛 怎麼描述 一個最簡單的描述方法是 這個字是什麼 我們把文字換成一個多類別的 就是這個字換成一個多類別的一個... 向量 什麼意思呢 就是 用很多 舉例來說第一個字是and and 可能是第10個字 對不對 那我們就0 9個0 後面接個1 然後後面再一堆0 對吧 用透過這種方式去 encode它 好可是 來 我們的字數有幾個 10萬 對不對 我們的單字數假設有10萬 那我們的矩陣呢 弱數是10萬 喔這個已經很大了 已經有點嚇人了對不對 我們一張圖最多最多就256 或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256乘256 好那我問你一句話多長 一句話多長 你發現了一個什麼事情 可能不會很長 但是你發現了什麼 很不定 不定數目對吧 那 那 10乘以N的矩陣 我可以透過像圖像這樣resize嗎 而圖像可以resize 你文字怎麼resize啊 不行對吧 是不是很難 所以我們遇到第一個困難 我們先不要考慮這個數字很大 反正 電腦能解決就解決嘛 對不對 我們遇到另外一個困難是什麼 這邊有個成N 那成N是我們沒辦法分析的 對不對 為什麼 這個 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個 我們的這個 AI就是一個數學式 這數學式的input可以長得不一樣嗎 不可以對不對 對啊 數學系的搖頭我們先放心啦 對不對 他如果跟我講可以喔 老師有點過失 我就有點害怕 OK 不行 對吧 那我們怎麼把 而且 除了不行 還有這10萬 其實是一個非常稀疏的 這個表達 就是 他只有一個1剩下就0 對吧 所以我要怎麼解決呢 我的解決方法就是 我把它壓緊 來看一下磁帶模型 磁帶模型就是說 我這個 我把每一篇文章 把它換成一串向量 一串向量是什麼咧 有沒有出現 add這個字 有沒有出現 oh這個字 有沒有出現back這個字 有沒有出現brown這個字 然後去描述他第一篇文章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假設我的單字庫裡面 有10萬個單字 你現在講 你現在講一段話 我就看看 你有沒有出現第一個字 有沒有出現第二個字 依實類推到 有沒有出現第10萬個字 對吧 我就用這種方式去表達 這樣子的話 我的向量長度是不是就固定了 每一篇文章的向量長度 都固定為10萬 這樣可以接受嗎 每一篇長度固定為10萬 那這個10萬 是不是就可以拿去做分類 那你可以用哪些方法分類咧 誒這個 我們第二節學到了 過程感知機什麼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還不見得 這個好像 就不需要用到什麼 這個 就是什麼 選機神經網路之類的 對不對 對啊 好看這個 所以說 這個Facts of Words 這個Model 在很早很早以前 就已經發展出來了 好那當然啦 就是 你一段文字 你如果只把單字弄出來 有些東西 它要組合成片語 它有意義 對不對 或者你用中文來講的話 中文你只如果把中文的文章 切成一個一個單字 從那邊的篇文章要講什麼 我看應該完全不回來 但如果 有一些詞 它可能是一起的 對不對 比如說 我隨便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 蔡英文 跟 分成蔡跟英文 這意思有一樣嗎 不太一樣對不對 所以說 其實有些東西要組合在一起 所以 你Facts of Words 你不只 你那個字庫不見得 只能夠是單字 也可以是騙你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也可以是騙你喔 好 那 反正就是有出現什麼 跟沒出現什麼 這樣子可以吧 好 那你如果了解這件事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 這個 做這個 實驗好不好 好 首先 請你到這裡下載 下載完之後 我先把檔案讀進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一筆 這一個 他的 他的Distarge Notes 他 class是一個 那個文字 他總共有 四千多份 他總共有 四千 五百三十五份病例 這是一個病例 這每一個 每一個 就是 每一個元素都是一篇病例 我要怎麼看呢 我可以用cat這個函數 把這篇病例看出來 我如果想要看第九篇 我要怎麼做 就這樣 九 好 九 第九篇章這個樣子 好那你說這樣一大串 我們要怎麼去分析 我們要把單字抓出來對不對 我們本來覺得好像要把單字抓出來很簡單 現在看到實際的文字了 是不是覺得好像有點難 對不對 好我們來 我們給了一個範例語法 來看著 這 cancer code 是 描述他是癌症病例 還不是癌症病例 這樣知道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來做這個 就是 分析 首先 你現在需要用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來進行處理 這個函數呢 來做什麼的咧 Room to right 把text 放進去 他會出來 他會先做 spell check 就是 你拼寫校正 做完拼寫校正之後 把它分成不同的 這個 把它分成不同的這個 就是 不同的這個 就是 單詞 好我們來看一下 Room to right 然後 第十篇 欸 找不到 喔 這個lesson13 好看到了嗎 他這裡是不是出來了 這個這個 你們看到了嗎 他分析還可以吧 還有把它拆開對不對 Other specific的 depress disorder 然後 這個第二個是 這個 欸這繼續往下 對不對 好所以 所以這個 你應該看得出來 它被拆成一個字了一個字了 對不對 OK 那拆成一個字一個字之後 我們要怎麼進行分析咧 欸全部處理完 要花非常久的時間啊 所以 我就 我這邊 載入的這些地方 有個叫 proceed note 這proceed note裡面 就是已經被處理完的字了 這是已經被處理完的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們只需要 走過這個過程就知道 然後知道那個函數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是不需要 真的學會去做怎麼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這一串病例 變成磁帶模型 所表示的向量 首先我們要先產生字庫嘛 對不對 怎麼產生字庫咧 我們把所有的字 都集合起來 並且 把所有的字都集合起來 unlist 現在是所有的字嘛 然後並且我們把它 的level取出來 現在這個levels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head 有沒有出現 空字圓 有沒有出現A 有沒有出現AA 有沒有出現AAD 有沒有出現AI 你說AA AA是什麼 其實我搞不太清楚啦 好不好 這個都有做過大小寫的轉換 所以這個AAD 大概十八九 就是這個自動出院 的那個意思啦 對不對 病例裡面出現了嘛 AA其實我搞不太清楚 AA是什麼 但是這沒有關係 好不好 總之就是它有這麼多個單字 對吧 那這麼多個單字 我要怎麼做咧 來 我們首先啊 先把這個 就是先把這個 字庫建立起來 這個字庫的 我們的單字庫 總共有 5874個單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5843個單字 然後我們產生一個大矩陣 這大矩陣叫TDM 這個TDM Array 我們產生 呃 這麼多個 我們把每一個 我們就從第一篇 處理到最後一篇 第一篇的單字 有沒有出現在 這個 有沒有出現在 後面的字庫 有的地方 我就把它改1 剩下的地方就改0 這樣大用意 是吧 Baseline是0嘛 有的地方我就把它改1 好我來做一個處理 欸怎麼那麼慢 喔原來我沒有給他 喔我已經處理完了 好你會乘到一個 5874 乘以4535的一個大矩陣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篇 它的表達是什麼樣子 有一些地方是1對吧 剩下的地方是0 這樣可以接受喔 好所以它的向量大概就長成這個樣子喔 好那我們現在 如果做到這裡 你都覺得還蠻熟悉的話 我們來給大家一個練習啊 這練習是什麼勒 欸剛剛那樣 一路複製下來 處理完之後 你應該可以得到一個 TrainingX跟TrainingY 還有TestX跟TestY 這個TrainingX TrainingY TestX TestY 拿到了以後 我們希望你可以 運用 多層感知機 自己做一個多層感知機 然後來做 病例分類 就用磁帶模型做病例分類 然後看看它準確度是多少 在Test上面 準確度是多少 好不好 那除此之外 為了 就是這個做一個多層感知機 沒有很難嘛 畢竟它都已經變矩陣型態了 對吧 那 這個時候你還需要做什麼事勒 你還需要做 欸來這裡有 兩份病例 這一份病例顯然是癌症的病例 對吧 第一個字就已經跟你講 Adenotasmoma 對吧 那這個病例顯然不是癌症的病例對吧 對吧 你試著從這裡開始 就是給它一份這樣子的一個病例 直接複製貼上 然後 透過整個流程 包括Rone to Right啊 然後 分析智庫啊 然後把它Apply到你的 這個 就是分類器上面 看看它判斷出來的結果 是對的還錯的 好不好 可以嗎 大概了解我要做什麼嗎 好我現在把螢幕還給你們喔 好 好啦 我想這個 我剛剛看了一下 就是幾乎沒有人想要自己手刻出來啊 我是覺得有點遺憾啊 不過 我覺得如果 我知道為什麼大家不手刻啦 好不好 因為大家覺得這個程式麻煩太長了 自己刻有點難對不對 我建議大家 如果要練習的話 可以考慮從前面的練習題 因為你做過矩陣的嘛對不對 你現在就從前面的練習題來改code 那不要直接看後面的啦 那你直接看後面的就是 你真的完全不會 你在做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直接做的話 基本上就是 一個檔案進來之後 你把它的這個 呃就是 你就把它 的這個 IDX的這個 欸就是 trainingX跟trainingY拿出來嘛 對不對這不會很難 那 然後 這個 呃 Core function大概就長這樣子了 那一次二十的 那 Architecture呢 Architecture這個 我們就是一個邏輯思惟貴的output嘛 我們一個多層感知機 50層接一層 這樣就出去了 所以這個應該也不會非常難 好接著 優化器呢 優化器這裡選sgd 好 訓練模型 好這個訓練模型啊 我這裡就 我訓練 喔我訓練 三代就好了 我不想訓練太久 好不好 這個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 大家應該感覺 即使是用CPU都非常非常快啊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 很小的多層感知機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這個還好 好 預測的準確度 注意喔 要先把 買model的這個 就是 結構把它換成logistic predict 接著你就可以predict了 predict出來的結果咧 把predict出來的結果 跟你的test y 拿來畫roc curve 好 好 0.976 還蠻準的 我們隨便搞個model 就0.976了 有沒有覺得非常有成就感 要看出癌症好像蠻簡單的 對不對 好 這個 看起來是還蠻簡單的啦 不過 我們來看看 我們還有沒有更進一步 改進的可能性啊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怎麼去做上述量病例的預測 你需要 Rom to Right 這個函數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 先把mydistract note 這是一大串文字嘛 對不對 接著經過這個 Rom to Right之後 你會產生 已經被切割完的文字 對吧 然後咧 產生一個 mytdmarray 這是 1 5000多乘以1的一個 矩陣對吧 然後 turn table turn table 這個出現幾次 這個出現幾次 好 turn position 然後 這樣子我是不是就改好了 看到了嗎 他有一些地方 欸 怎麼那麼久都沒有字啊 都沒有一些 欸我剛剛看到有三 喔 有三 好不好看到了齁 所以說 你應該看得出來吧 欸他是有改到的對不對 好然後接著 我拿來做predict predict出來的結果是多少 99.9 4 癌症病例 那我把這邊的字換掉咧 我這邊 好我只放這個字 來看看結果怎麼樣 好了 60 欸光這個字就 已經有足夠的 這個準確度了 好吧這個蠻正常的嘛 因為這個字 就是癌症嘛 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 欸我們現在要交的新東西 欸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我要帶大家思考是說 他們怎麼去想到這件事情 這個模型非常棒 好 我們剛剛說 我們的時代模型 我們本來的 就是 我們本來的第一時間 主角的反例 應該是 假設有10萬個單字 就是10萬個字 對不對 然後拒責長度是多少 是N對吧 所以會1000XN 好像會形成一個 這個 矩陣 然後去進行運算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這一線 這10萬個字 裡面阿 他到底 他有沒有意思相近 有 只是我不知道是誰 可以理解嗎 有喔 但是只是我不知道是什麼而已 好 就來說 這個 我來問一下 就來說這個 呃 那個 呃 那個 這兩個字 意思是不是很相近 對吧 把他換掉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大部分的狀況下 對不對 那也許你會覺得 利用某些單字表達更能夠打分數的意思 但是那其實也差別不大 對吧 好 那 這個我們要怎麼整合同意字 如果我們可以有效整合同意字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10萬 也許 可以變成比較少 也許是1000嘛 對吧 甚至 可以變50 對啊 那我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需要去分析哪些字 是相關的 哪些字不相關 對吧 並且表達成什麼形式 表達成像那樣的形式 可以理解我意思嗎 表達成像那樣的形式 好那我要怎麼做這件事情呢 那大家要知道就是 你必須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你才有可能把這個N把它解開 你才有可能用N這個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這邊舉的範例是 ToyDog跟DogToy 這兩個做磁帶模型的時候 向量會完全一樣對吧 可是它們兩個東西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對吧 所以說 我們鐵定是不能用磁帶模型 解決所有事情的 好那 你需要把 這一個單字 把它的向量 把它進行壓縮 怎麼壓縮勒 太順利了 你好像有些想法 你是不是想 從向量壓縮 你想到什麼 微度縮減 想到一些方法 想到一些方法 想不到 想不到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 人家想到的方法 確實有點超前 我們來看人家怎麼想到的方法 來 它的想法是這樣子喔 就是說 如果我說A跟B 這兩個字是同一字 like跟love 這兩個是同一字 它必須要有什麼特性 好 它最重要的特性是 如果今天有一句話 中間有個字是love 我把它換成like 應該也可以 對吧 這是邏輯 核心邏輯喔 好 那要怎麼樣 製造這個應該也可以 這件事情 就是 我要怎麼說 他應該也合理 好 那他 他給AI玩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 這樣 就是我有一大串文章 A B C D 好這樣子 這個是空格 我不要用AA好了 我就用這個 W1 W2 W3 W4 W5 點點點點點點 這樣可以吧 那他做什麼勒 他 我問一下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覺得這件事情 你們有沒有機會做到 就是我一句話 我講一句話 我講前四個字 請你猜出下一個字是什麼 這個你覺得你做不做得到 可以嗎 蔡仁翰 你覺得你可以嗎 你猜的不是很準 但是你大概可以猜來說 字數不會太多 對啦 我這邊隨便舉個例子啊 這個 呃 主要說 蔡仁翰的次數剩一次了O 這個O還沒講出來 你就知道了 對吧 可以吧 或是我把中間挖一個 蔡仁翰你的次數只剩1 了 你中間要點個字 他用屁股起來也是要點4 對吧 所以這個其實做得到 對吧 可以嗎 蔡仁翰你感覺出來可以 對吧 好 所以啊 所以說 既然人做得到這件事情 這個AI一定也做得到這件事 那這個事情好不好 訓練樣本好不好取得 欸還蠻容易取得的喔 我來看一下是不是下一頁 好就是W2Vector 好 這還蠻容易取得的喔 就是我 我Wikipedia文章好長對不對 我文章好長這樣一直下去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用 前面幾個字 去預測下一個字 然後呢 我就移動一個 移動一格 就往右一個字 那我是不是產生第二個訓練樣本 第二個訓練樣本 在這裡 去預測 下一個字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就我可以透過 就是滑動窗格的方法 sliding window的方法 去取得非常非常多的樣本 對吧 都是固定用 前面幾個字去預測下一個字 這樣可以接受嗎 用前面幾個字去預測下一個字 那這樣子 如果下一個字 他就是必須 比如說我就是必須 表達這個 喜歡的感覺 那 AI是不是 有時候會預測Live的時候會成了 他會不會預測對 他通常都預測對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假如說做到這裡 下一句大家都加什麼單字 這有時候 你就假如說 Chronic of xx disease 這裡 放Kidney跟Reno都可以 對不對 有些人就喜歡用Kidney 有些人就喜歡用Reno 你只要Document能夠大 這些tans都會常常出現 對吧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子他在做這個預測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 到底要預測Kidney和Reno 這樣懂Reno 那這樣子的話他就會給這兩個一樣的機率 聽得懂嗎 那這兩個字是不是很相近 好可以理解吧 好那實際上 我要怎麼做這次AI勒 他的做法是 我的Input 是 我的Input是 假如說是四個字 然後去預測下一個字 對不對 好他的預測做法是這樣子 我有一個MLP 這是一個Bank of War B Bog模型 那個 第一個字有沒有出現 第二個字有沒有出現 第三個字有沒有出現 第四個字有沒有出現 那總共有四個字對吧 總共有四個字 他總是會在四個地方 填上1 剩下都是0 好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就是 預測的向量 就是X 這個模型X向量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這個X向量 他經過一個多層感之機 變成50為向量 這邊你覺得他說是10萬 變成50為向量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吧 多層感之機可以做到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Fully connected 可以齁 好 Fully connected可以之後 出來 他要做什麼預測 他要預測10萬 好預測就來說 喔下一個字在這裡 1 剩下這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在input跟output 這樣懂了吧 欸喂 可以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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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怪 好我們繼續啊 呃這個 我們的output是一個 很多個0 然後最後是1嘛 對不對 這是不是一個多分類的任務 雖然他有10萬類 但是這還是個多分類的任務 對不對 Soft Max 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這個模型應該不會太難見 這個模型應該不會太難見吧 這個模型應該不會太難見吧 對 蔡仁翰你覺得這個模型中好見嗎 對 你想像的出來嗎 你想像的出來嗎 想像的出來 想像的出來 好那想像的出來之後 更神奇的事情出來 來我問一下 大家覺得 這個模型50 然後output是1000 他的權重參數是總共幾個 數學技能講 中間隱藏成是50 然後output是10萬 他中間的權重矩陣 大小是多少 不就50乘10萬嗎 所以你覺得太簡單了 蛤 蛤 好 50乘10萬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是一個這樣的規則 50 50 10萬 好我直接問你們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他預測出來 假設說我下一個字 下一個字 這個東西訓練久了他一定就學得很好了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好 我預測下一個字的時候 假設我預測下一個字的時候 他預測的是 說 Kidney跟Reno都可以 假設啦 假設Kidney跟Reno都可以 那你覺得啊 他出來的機率是不是應該要 假設各是0.5 0.5 這樣可以接受吧 如果他Reno跟Kidney都可以 因為在那個地方很多人寫Reno 也很多人寫Kidney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這樣子的話 他兩個都要預測0.5 但是他的Input是一樣的喔 因為我們到這裡為止 他就是50個數字了嘛對不對 他Input是一樣 他的預測要很接近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的是 這兩個字的預測權重 是不是會很接近 這個是 這個是他的 這個是他的 這兩串向量 預測權重的向量 是不是會很接近 可以接受嗎 數學系人可以接受嗎 數學系人你覺得 完全可以理解我在講什麼的嗎 OK 嘗嘗看子公然可以接受嗎 好 我再講一次 如果我們今天任何一段文字 就是丟進這個模型 我們前面不管 前面不想管 但是到這裡為止 是不是總是會出來一串向量 那這串向量 根據這串向量 這串向量現在 一個 一個訓量本 就只有一串向量 對不對 可是這串向量 你告訴我說 他之後 如果預測Kidney 跟預測Reno 他的機率必須相等 那是不是暗示了一件事情 這個 他們兩個 要用同樣的X 然後預測出一樣的Y 那他們的參數是不是要很接近 甚至是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 這個權重矩陣的 這裡跟這裡 假設這個Kidney 這是Reno 他們是不是要很接近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聰明人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欸 這個不是一個50X10萬嗎 可以接受嗎 這 每一個權重不是都對應一個 預測什麼字嗎 那如果說相似字 這個權重會很相近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 每一個字我都可以查這個對照表 然後去產生50個數字 去描述他的 位置 那如果 他們兩個字是相似字 他們的向量就會很接近 對吧 特別嗎 欸這個非常特別喔 我在講字他特別在哪裡喔 今天 我們要產生一個 字 字跟字之間 我們要把它做維度壓縮 我們並不是 照道理講 我們應該是想辦法去設計一個model 然後讓他產生維度壓縮的效果 對吧 結果他設計出來是什麼 他設計了model去做一個 看起來不相干的事 其實也沒有不相干阿 就是我剛剛講的邏輯是相關的對吧 然後最後他就用中間的權重 當對照表 這是不是非常特別 這樣 這個職工人你懂嗎 呃 張阿琪你有聽過嗎 蛤 聽不太懂 那你旁邊的聽得懂嗎 哈囉 江振敬 你也不太懂 你也不太懂 好那我們再講一次 這個非常精彩阿 我覺得 我覺得想到這個的方法的人 真的是非常天才 好不好 這個 我們再講一次 這個 這個model的核心邏輯是 我需要用前面的字去預測下一個字 他的邏輯 核心邏輯是這個 那這個 這個核心邏輯 在他預測下一個字的時候 是不是常常 常常就是我很難做很精準的預測 因為下一個字 他其實用什麼都可以 他用什麼都可以 對嗎 可以接受嗎 用什麼都可以 那既然他用什麼都可以 那你覺得 AI在預測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預測不好 對吧 這個字用like或love都可以 那他會給出什麼樣的預測 他就會給出0.5 0.5的預測 剩下是0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他怎麼樣可以預測出0.5 0.5 他怎麼樣可以預測出兩個機率相等 他必須要用相同的權重 才能預測出相同的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因為input是相同的 因為同句話就是會有同樣的input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那 所以說 這個權重 是不是就可以代表他字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相似字會有相似的權重 這樣子才能夠保證 相同的input 會得到相同的output 因為相同的權重 這件事很重要 好這一個model 非常的就是 我覺得是非常的就是 非常的創新啊 好不好 這個model叫W2Vector 好這個model大概 大概我們理解了以後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要怎麼在哪裡做出W2Vector 可是當然了 這東西是有套件的 不過我不喜歡那種套件 對不對 這個妨礙有學習啊 比如說 擋了一行都出來了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model好不好見 這個model你覺得好不好見 這model應該不難見吧 就是多層感之機嘛 對吧可以接受吧 然後用前幾個字 把它變成時代模型之後 去預測下一個字是什麼 不難見 對吧可以接受 好來看一下怎麼見 好來看一下怎麼見 好我們先 產生一個input list跟output list 這個input list啊 這個我們就先來產生 喔我沒有那個 我沒有那個就是 進度條 這樣看不太到 沒關係啦應該很快 好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input跟output長什麼 他的input長這樣 這些字 預測出下一個字 這是字的編號喔 這是字的編號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你也接著咧 他把 他移動一格 往下移一格 是不是 28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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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1934是不是也上來 預測下一個字 下一個字在這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咧再往上一格 預測下一個字 再往上一格 預測下一個字 所以這個 模型的輸入 應該不難懂吧 就跟我剛剛講的東西是一樣的對不對 好 我們已經預測完了 我們已經產生完了以後 我們來把我們的這個iterator寫出來 這個iterator 不難寫啊 我們既然剛剛的output跟input 都已經弄出來了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 我們的這個就是 把我們的這個output跟input 把它截取一小部分出來 變成我們的那個data 對嗎 可以接受吧 然後一次丟一百份進去 欸 output找不到 好找完了以後來sauce 好出來了以後 來 來看一下這個model 這個model非常的簡單喔 data label 然後fc1fc2 data genefc1 然後變50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50再變fc2 啊注意你們有發現一件事 中間是不是沒有非線性轉換 中間沒有非線性轉換 這可以嗎 看起來好像不行 實際上我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的微度是縮減 那是可以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 矩陣 我們本來 怕不想要矩陣連成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覺得 那這樣一個矩陣 可以代表兩個矩陣 對不對 可是你今天的矩陣是 10萬 乘50 再加上一個50 乘10萬 那你要把這兩個合幣 他是不是10萬乘10萬 所以你找得到一個這個來描述他勒 這個比較少這個比較多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這樣的狀況下即使不做非線性轉換 即使不做非線性轉換 他仍然是唯一的 他仍然就是 他仍然不會被他取代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他的範圍還是太大 他的範圍比較小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 這個 這個非常的重要 他的權重參數 有比較少喔 這樣可以齁 好 那你可以去做實驗 如果有做非線性轉換 非線性轉換 會不會performance變差 答案是會變差 所以這邊是不需要做非線性轉換的喔 好 那我們 做完這樣的一個多層感知機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 來訓練模型 好 訓練模型 然後產生結果 好 欸你們看這個 訓練模型的這一個就是 這個 我用GPU好了 來來來來 再作弊一下 好你們看這個訓練模型 是不是還蠻簡單的 應該覺得不難吧 對不對 剛剛我把邏輯講完之後 我要產生這個東西是不是不難 我應該不難吧 欸 翔人翰你會不會覺得很難 不會對不對 好 那我剛剛說什麼 這個權重是重要的對吧 這個權重是重要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試一件事情 我們就把這個權重 把它拿出來 然後隨便找個字 看它項量是多少 然後找跟它最相似的 項量 來看看那個字是不是同一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等一下就來做這個實驗 好訓練完了嗎 他要訓練多久啊 哇靠 我要訓練幾代啊 喔五代 好啊五代太好了 五代應該很快啦 最後了 好訓練完了 來注意一下 這個 W2 Vector Matrix 注意我是不是拿 FC2 這個 weight 注意喔我拿是這個喔 好 好 好這一個 dim多少勒 5874 這是我總字數嘛對不對 乘以50 好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來我現在隨便找一個word 這個word是 cancel 我找cancel的相似度嘛對不對 來 我要怎麼找相似度 我用余弦相似度 好 cancel 最接近當然cancel嘛 像他跟他玩腿一樣 下一個 Adenoma 這個 是不是 也非常像cancel的字 可以吧 Lichin 病罩嘛 也是 Adenocasinoma 也是對吧 好要不要來換個字 來你們換個字好了 來試一下 來看看講一個 講一個英文字 蛤 隨便啊 不然我們來試一下kidney好了 好不好 腎臟 Reno也在附近 有沒有覺得還不錯 對吧 來我們再想個好了 再想幾個 Lever Lever是誰講的啊 我 Lever出來 HCC 還不錯啊 對不對 HCC應該是Lever的這個 這個 腫瘤嘛 對不對 然後腸子 至少東西都出來的差不多嘛 對不對 你可能會覺得 靠我都用醫學的字 那出來醫學的字 這很正常 不然我們現在隨便換一個 跟醫學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好不好 就再說 意思好了 意思這個字 如果說跟醫學 可以最後出來一堆醫學相關的字 那就扯淡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看一下意思出來什麼 意思 sub about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出來的詞是不是都比較接近 就是什麼 就是什麼 就是這類比較常見的turn 對吧可以吧 好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人再隨便想個字 我們再測試一下嘛 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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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河流嗎 Rever這樣Pin嗎 我很懷疑我們有沒有這個字啊 我們沒有這個字 不是啦 我們的病例裡面沒有出現Rever這個字啊 好不好 還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字 我們來想一下 Dragg 好Dragg看一下 你說 Dragg 這個 Induce 這個可能他說Dragg去降低一些什麼東西吧 對不對 intech 好像差不多齁對不對 這跟 是不是跟Dragg有關的字 好 所以你發現 欸你有沒有覺得這個 這個對照表蠻奇妙的對吧 我們產生了一個對照表 而這個對照表 是不是可以這個 是不是可以這個 去 似乎是可以把我們這個十萬 來做個壓縮 壓縮成多少 負尺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壓縮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這個模型 這個模型 怎麼做出來 跟他的應用 邏輯 懂吧 太陽漢 子宮蠻完全了解齁 欸這個 那個 蠻香氏姐 你剛剛說你聽不太懂 你現在覺得很 你現在聽懂了 對不對 大家喜歡你也懂了嗎 這個 婦女男 婦女男 你覺得真的很 婦女男 你如果叫你婦女男 你會不會覺得 不是很舒服 你要證明自己叫護理師 還是你還沒考到照 不能叫護理師 可以了 你有考到照嗎 可以可以 好 OK 那這個 這個 這樣懂了吧 這個模型是不是 非常的精妙 你們如果這麼精妙的模型 你們會發現一件什麼事情 欸 我居然不是要教這個模型 對不對 因為如果我是要教這個模型的話 我不是會讓你們練習 結果我居然不是要教你們這個模型 對不對 好啦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實際上 就是大家可以玩一下 這個 這是別人開發的網站 好不好 他就是 你用前面幾個字 他的模型就是 你用前面幾個字 預測下一個字 用前面幾個字 預測下面那個字 那他預測出來的這個結果 喔 500 好他會越來越接近 這樣多我的意思吧 這個是可視化 這個就是可視化 這大家可以回去玩一下 但是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 我剛剛的那個示範 應該是比較更好 我剛剛那個示範 就是 我們好像一直都非常抽象 我們在做非常抽象的事情 完全很想像 最後東西都做出來了 對吧 江湯姐你有沒有覺得 你碩士路應該 搞一個 想一個model 解決一個難題 我覺得太困難了 這個太困難 這個還好吧 你覺得很難嗎 很多人都做完了 很多人 我知道這個東西有人做完 我就說 你要再想一個 什麼東西來解決一個 什麼事情 這太強了 我沒有那個等級 你沒有那個等級 你沒有那個等級 你怎麼 你以後不是要當 技術長了嗎 哈哈 你的等級不是應該 你對自己這麼沒有夢想嗎 呃 總之我就是 還要再學習 你還要再學習 所以 你可以試著做一個 類似這樣的啊 好 留意嘗試 好留意嘗試非常好啊 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突破 真的是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如果碩士論文只是說 噢這個 噢這個 深度學習這個 已經發展得非常好了 這個 呃很多人 拿來做這個 心電讀的這個研究啊 噢現在這邊 這個 心電讀從來沒有人做過這個 假如說概率子預測 我來做一下概率子預測 你知不覺得這個 這個碩士文聽起來 摟摟的嗎 好 你覺得咧 你覺得怎麼樣 蛤 哈哈 你應該是說 噢我這個心電圖啊對不對 噢他原來的數據格式是怎麼樣子啊 噢他存在一個問題 假如說10萬 這是一個問題對不對 噢我要經過一個很好的這個 這個壓縮 對不對 可以把它表達成怎麼樣 對不對 這應該會更好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充滿鬥志啊 我每天都充滿鬥志 你每天都充滿鬥志 對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 已經可以 產生這個對照表了對不對 我們產生這個對照表了 好那這個對照表 你又不想的當然就是會有很多的 你 我們現在很多那個 model 只是都 本來放在網路上面下載 所以這個對照表 其實有非常多在網路上面下載的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下載一個 好下載完這個 你把它讀進來之後啊 好它長成什麼樣子欸 好這個world matrix啊 這個大家看一下 它總共是341219乘以50 它總共有34萬多個單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這麼多個單字 這麼多個單字 我們要拿來做什麼呢 來 每一個單字 這N個 我們一串幣力有N個單字嘛 對不對 每一個單字是不是都可以找到一個50的響量 那我們是不是 如果今天是一個 如果今天是一個 呃 假如說 60個字的 這個 就是 60個字的這個 就是 幣力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50乘60 這是一個圖嗎 對不對 而這個圖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用卷機神經碼動作 對不對 要怎麼做 那個卷機盒啊 設計的非常特別喔 它可不可以上架移動 它不可以上架移動 因為 你必須要完整整個降量單層 先注意得住 對不對 但是它可以左右移動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設計這樣子的 然後去左右移動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而且你注意到一件什麼事情 之前我們在做 這個 back of world model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沒有辦法解決騙你的問題 你沒有騙語的字庫嘛 對不對 欸這裡你用它騙語的字庫 欸 這個是50乘1 對吧 欸我這邊就是可以設計50乘2 那這樣是不是就是找兩個字的騙語 50乘3 三個字的騙語 對吧 是不是覺得 欸 世界好像蠻簡單的 有沒有覺得 用 world to vector model 做一些 轉換之後 欸 這個好像 好像變得 好像變得蠻簡單的 對吧 蔡仁翰 你有沒有突然覺得動力都來啊 蔡仁翰 我現在問你啊 到目前為止你覺得 這個文字比較簡單 還是物件識別比較簡單啊 蛤 你覺得文字比較簡單 所以你要做物件識別對不對 蛤 對很好非常好 欸不過其實文字沒有你想中那麼簡單啊 我們等一下往後你就會看到 好不好 有些 也沒有你想中那麼簡單啊 但是你也知道嘛 這個 上節課我們做的第一個任務 你覺得 你覺得文字比較簡單 還是那個物件分 那個 就是segmentation比較簡單啊 都不簡單 你現在講話越來越保守了 不好玩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怎麼把 文字把它變成 變成這個 的樣子 好我們把它讀進來 好這個word position 欸你看 欸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 所產生的這個 就是 我們所產生的這個 矩陣啊 知道我意思嗎 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畫出來啊 我們來把它畫出來看看好了 好 這是 這是你剛剛選第一篇病例 所畫出來的圖 我們把它換第10篇好不好 來看一下 他圖長什麼樣子 他圖長的這個樣子 是不是 你覺得長得一樣嗎 欸他們的長度不一樣啊 所以他 出來的那個 大小會不一樣 實際上長得不太一樣 對不對 啊但是你說你會不會看 再想看這個圖是什麼 蛤 看不出來這個圖是什麼 看到嗎 你沒有辦法意會出這個圖的感覺 好啦我也看不出來啦 好不好 你懷疑一下你自己嗎 這個圖 確實是沒有人看得出來 這是什麼啊 好不好 那這個圖看不出來 不過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來 我們思考一下 這個 AI一定 難道你看不出來 AI就看不出來嗎 不會吧對不對 來看的話你會下微信嗎 你會下微信嗎 不會 不會但是AI會下對吧 所以 你不能做的 AI會做的這很正常 對不對 反正我們已經知道他的結構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需要用左右移動的卡 模式 Helter 去刷上它 對吧 不可以上下移動喔 上下移動這個是 所以我們現在注意到的 怎麼事情 其實我們了解了 有機神經網路的 合計邏輯 之後 我們再根據我們Data 要設計相應的結構 去做出 對吧 不能隨便 現在變圖啦 而且是這個幾十成幾百 欸 那我們就套個這個 Reset 直接來用用 對不對 你就可以嗎 不可以 這樣可以變好 所以你要了解你的邏輯 然後我再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上課不會像語音 語音的格式 也會有點像這個樣子 語音的格式會長這樣 比如說 這個是 50Hz 50Hz HZ 然後100Hz 然後這個就要 100 150Hz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數值 一個數值一個數值 然後它會成為一個這樣的矩陣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這邊 就是 它是一個連續的波形 每一個都是一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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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的一個矩陣 它是不是也應該 主要也是左右移動的 這個不用 這個 卷肌盒 卷肌盒 然後組成一個聲音嘛 對不對 那語音可不可以上下移動 語音可不可以上下移動 來 這個 文字不能上下移動 對不對 語音可不可以上下移動 來 你覺得 語音可不可以上下移動 不行 欸 你覺得 不行 欸 答案是 可以 為什麼 那你們覺得 女生講話的時候 這個主要的音波都在哪裡 是不是都在這裡 比較高嘛 對不對 男生講話的時候 主要的話都在哪裡 都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 诶 語音是可以上下移動的 因為比較高 比較高的聲音 在講同句話的時候 跟你講同句話的時候 是一樣的啊 所以它可以上下移動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我現在 我現在跟你們講這個例子 我只想跟你們講這個事情 就是 你們現在 你們學到這裡為止 你們應該對這個 深入學習 已經有非常 我覺得已經有非常 蠻多的了解 你們現在至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 必須非常了解 你的數據 跟數據格式 然後 根據那個數據格式 你要去設計 你打擊拳 你不可以亂搞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亂搞 絕對是不準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 人家根本就不是 為了你的那種數據形態 設計出來的網路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你們必須要有這個能力啊 就是 這個 不亂搞的能力 這樣子好不好 那 那文章長度不等的問題怎麼解決 來 文章長度不等的問題 也沒什麼好解決的啊 就補白啦 不然你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們統一 規定我們的文章 長度為300 不到300的部分就補白 這樣可以吧 就空事源 就補白 那超過300的部分呢 直接去掉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統一規定 這個文章的長度為 我們的 max length max length 就是我們的 這些 那個 就是這些 這個病例裡面 文字最長的 好我們現在來 產生這個大矩陣 好這個矩陣的維度應該是 50 x 494 x 4535 50 50 x 494 就是一篇文章 對吧 50 x 494 就是一篇文章 他4935 總共這麼多篇文章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他的output是什麼 分類的問題 對不對 output是分類的問題 所以說 這個你現在是不是有一點概念啊 這個覺得沒有問題 對不對 路維成我覺得我問你一下 因為你說是路維成的 因為你說是路維成的 對 但花多久的時間看了 我覺得自己看那個 我覺得自己看那個 我怎麼可能看 看的 一兩月吧 就是 一兩月 對啊 完全自己看的喔 完全自己看 不過你很難確定 燦翰現在是不是真的 聽心就學會了這樣子 對 對 你不要 不要 不要講那種話 人是要進步的 那個時候 那時候網路上也沒有說 也沒有什麼中文的 對啊 你聽到了嗎 人家以前在什麼樣的資源 人家學會了 所以你可能說我 在存在一個月的時候 你在存在一個月比較保守 你現在有充足的資源啊 人要進步啊 好不好 人類之所以會進步 就是因為 這個 就是你會承接 之前人的姿勢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學什麼東西 一個月 你學就要一個半月 這樣人類會退步啊 這樣看 你不必肩負起人類進步的使命啊 好 這樣看你要肩負起這件事啊 好不好 這個 我們這樣應該搞定了吧 對不對 好 我們覺得這東西很簡單之後 我們就覺得 我們把它分成 training set跟test set 好不好 然後我們一樣再來做運算 對吧 好現在是不是有 trainingImageArray 跟trainingY 還有testImageArray 跟testY 好接著 Iterator來寫一下 好注意在這裡要寫 Iterator的時候 非常重要一點喔 我們必須把 我們Data的維度 改成 這個 50 乘以 494 494 494是文章長度嘛 對不對 乘以1 再乘以 BennySize 為什麼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用捲機成績網路對不對 我們捲機成績網路是不是四圍的 這樣我們的Input 我們當初的圖像是不是都是 長寬 乘以高 高是那個 RGB對吧 阿如果是黑白肚就留米嘛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留下第三圍度喔 你不能把那圍度刪掉喔 這樣可以理解齁 好 然後接著 乘上Band Size 那剩下後面就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啦 好不好 來 我問一下 這個 這個病例可不可以做Argumentation 可不可以做資料增加 圖像可以喔 對不對 隨便的Resize 隨便的Crop 隨便的怎樣 來病例可不可以做 來 人類的使命 人類的使命 應該可以啦 講講看 講看 沒錯 講話負責阿 對不對 我都想得太到了 我就想說 我想聽聽看你的想法 蛤 來 講講看 拿掉一些字 那個文章還是那個意思嗎 你看那個 王健元得到 這個 第一 王健元第一名畢業 他把王健元拿掉 我意思還對嗎 蛤 什麼東西 你在講什麼東西 好啦 我其實我也想不太到啦 好不好 這文字怎麼 文字怎麼 我們去資料擴增 這件事情喔 憑良欣賞 我覺得還蠻難的 這個 大概 真的不是很好做阿 我真的 我好像沒有看 什麼Paper 有提到這件事情阿 好不好 那 不過文字 文字有 比起這個影像有好處阿 他資料量通常都比較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注意一下輸出維度阿 好 那RT就有什麼寫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先不要管說什麼 我們要一次抓什麼片羽阿 那些的好不好 我們 雖然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Builder可以設定50x2 就可以抓片羽了對不對 可是我們先用50x1的來代DK嗎 好來 Data進來之後 Data進來之後 先過一個 convolution 50x1 Numberfighter50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只要抓50個關鍵字 我想我們抓個癌症 只要抓50個關鍵字就夠了 對不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麼 自己不會同一支已經做了很大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同一個filter可以抓到一堆 對阿 可以接受我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喔 好 然後接著 我們把它做一個redu 抑制雜訊之後 max pooling oh這個max pooling 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這個max pooling在max哪裡 我們抓到了一個關鍵字之後 它產生出來的特徵圖是長成什麼樣子 它產生出來的特徵圖應該是長成這個樣子 不是 欸這個 這個維度被直接縮成了1嘛 對不對 所以它產生出來的特徵圖應該是一個 1乘60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大小對吧 阿這個數字 大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數字大是不是代表 跟這個filter非常穩合 可以接受吧 可以接受吧 那我要怎麼把它整合 欸 你有沒有覺得用max pooling這個方法很高的 用max比較好 在這裡用max比較好 還是用public比較好 這樣它很貼 為什麼 等我比較大 max你會挑大的阿 你現在我現在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挑大的好在哪裡 你告訴我 你可能可以用5顆 5顆什麼 5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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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9 1 10 10 胎症的單字剩下這麼重要 我是挑出最吻合的胎症的單字 對吧 那如果是用AverageA 這個文章如果很長很長 如果一直出現胎症的單字 一直出現胎症的單字 那它平均支度會大 那如果它只出現一次胎症的單字 後面都是不是胎症的單字 那平均才是會變小 對吧 那你就要問你 問你啊 你的對你的任務來講 出現一次夠不夠 還是要廣泛的出現才夠 如果我們今天做的是病例分的任務 那四部出現一次就夠了 所有的我們每幾多年 那你今天做的如果不是病例分的任務 主要說你今天要寫情書 你要判斷這一份情書寫的好不好 你如果用廣泛的出現這些 這個比較重要的恨啊對不對 就顯得你不夠真誠對不對 是吧 那所以你可能就要用 average 這樣可以嗎 上漢你可以接受齁 所以你比較喜歡用 max pooling 還是 average 那我不好意思 欸不錯標準答案好不好 我以為你要講說什麼 你比較喜歡怎麼樣對不對 好 這樣可以吧 欸 有沒有發現 你們學到現在為止 你們發 我為什麼覺得文字一定要跟大家教一下 到底不是說你以後可能會去做什麼文字分析啊什麼之類的 我是想要給你們一個概念就是 有沒有發現網路中的每一層 其實都是可以賦予它一些意義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們在做卷機神經網路在分析圖像的時候 我們根本講不出那個意義嘛對不對 這樣你就好 這樣通常大部分人學到那邊的時候就會覺得 欸 這個 網路的設計就是亂湊一通 然後就出來了 對吧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 欸好像不是亂湊的 這樣可以理解吧 要有 你要知道每一個數學運算它的含義是什麼 那你要思考你的問題 到底在哪一部分要用什麼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欸後面就很簡單啊 Fully Connected 把50個單字 最重要的抓出來的 把它做整合 抓出來這整合是不是 有沒有癌症 有沒有傳染病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 拿來做Fully Connected 對不對 然後最後3D處理的結果 Logistic Output 後面是不是都非常簡單了 這樣可以理解吧 後面都非常簡單了 好 Source 好接著我們可以training 好我們用GPU 欸我training我就 好我們來training一下 我看一下要多久啊 欸這個速度我還算滿意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最後來看一下 這個預測模型的準確度 好我們等他跑完啦 跑完這很快 大家有了解那整個邏輯嗎 應該不會很難懂吧 對不對 黃建源應該都懂了嘛 對不對 Fully Connected 你覺得有懂嗎 一點點懂 一點點懂 還可以努力 好來來來run一下 看一下 劇測準確度多少 0.973 阿剛剛是多少 0.973 阿剛剛是多少 我剛剛是976 欸所以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欸 我們搞了一大圈 發現Performance比Bag of War還要差 看看你有沒有覺得很失望啊 不會 不會覺得很失望 欸我跟你們講啊 這個 呃 你到時候做其中作業 你們其中作業都不做對不對 現在都已經第幾課了 現在都已經快上完了 你們到時候 你們就會發現 你們東搞西搞 胡搞一通之後 準確度下降的機會其實還滿高的啦 好不好 欸 為什麼他下降了 我們先思考為什麼他下降了 其實下降也不需要什麼的 好不好 不過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以疾病分類來講 我跟你們講齁 我現在要講出這個解釋 你們一定要知道 你們今天做事畢業齁 你們說做出一個什麼東西齁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良心 你們最重要要學會的東西 論述來講 論述什麼咧 今天 下降了你就要講出一個下降的說法 這個 上升了你就要講出一個上升的說法 對不對 這樣多了 來猜猜看 你現在講一個 對 老師說我碩士還會畢業 對不對 好 碩士還會畢業啊 好不好 好 我跟你講 下降了 我個人認為啊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今天做的是疾病分類的模型 對吧 疾病分類重點是抓出那個關鍵字 所以back of words 他需不需要管文字出現的順序 不需要 對不對 所以back of words 他是不是同樣可以滿足這些事情 並且他並沒有做 資料降維 資料降維勢必會損失一些information 對不對 雖然我們剛剛用了很精巧的模型降維 那畢竟是會損失一些資訊 對吧 所以說back of words 在這個任務中似乎是比較好 那 神經網路真的一無四處了嗎 當然不是 因為back of words 你有沒有辦法 把東西擴展成 和騙你 不行 對不對 文字的順序 資訊已經不見了 這個你可不可以騙成騙你 可以對不對 你可以多加一個兩個人 對不對 三個四個文人 對吧 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個是可以抓騙你的 但是 back of words 或者是沒有辦法抓騙你的 或者是 為了要抓騙你 你要付出的代價非常的高 因為你甚至要先知道哪些是騙你 對不對 好 所以 你知道你的練習題是什麼了嗎 欸 使用片語及短句來進行預測 什麼意思呢 你必須重現剛剛的結果 並且剛剛的model 只有用50乘1對不對 你必須同時用50乘1 50乘2 50乘3 50乘4 50乘6 然後預測出來之後 把它合在一起 一起多分類成功 看看performance會不會提升 那個模型的架構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圖 好不好 你參考一下這個圖 大家不要小看這張圖啊 這張圖不好畫 看得出來吧 這樣看 這張圖不好畫 這張圖我花了好像幾千塊才畫出來的 好不好 這是別人畫的 好這個 但是我有提供重要的概念 就是怎麼畫 好那 你這個 你可以試著 把這個walk做出來 好不好 來這個 首先你要先把 那個bd變成 圖像對吧 變圖像之後 還試著重現這 我 先做一下 剛剛的這個圖像的網路 再試著把這個網路給做出來 好不好 好給大家這個 現在3點16對不對 給大家20分鐘的時間做 好不好 就是到我們3點40的時候再檢討 好不好 好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新版模型的 teacher 對不對 其他地方要改嗎 其他地方不用改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裡做的什麼是 filter的size 從1做到5 然後結果勒 本來是50x1 50x2 50x3 50x4 然後numberfilter是不是也 做相對的改變 40x30x15x15 對嗎可以接受嗎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 把這個東西改掉以後 再sauce一次 我們就可以重新訓練了 好那我們重新訓練 看看 我們不要訓練那麼久 訓練那麼久也沒什麼意思 訓練時代就好 看performance 好一定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啊 這個loss一定是要有下降 沒有下降的話 就代表training失敗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performance啊 欸喔上升了0.01啊 好不過我真的沒有訓練完整啊 他也不見得是這個 可以好不好 而且我們再換個講法 這個癌症真的很需要 癌症的分類真的很需要騙你 好像不需要對不對 單字起就夠了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你的任務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來 我們來現在來 好好來學一下 一個更經節的東西啦 那個 這是為了銜接到我們的下一課啦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就是 我們剛剛是把 文字先變成 對吧 然後再心理分析 那文字變成 這個過程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MXM 就是在Mustle Artificial裡做到 答案就可以 就是把那個對照表 把那個對照表 放進這個 模型裡面 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樣才可以訓練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今天對照表在外面 你永遠都不能訓練那個對照表 對吧 所以如果你未來想要訓練那個對照表 那你就必須把那個對照表 放進Artificial裡面 對吧 那我們來看要怎麼放進Artificial裡面 來你需要 我們首先 你需要準備Data的格式 是長這個樣子 它變成是 Index 就是 你需要給它一串 0 0就是對應到第一個 1號 1號子 1就對到2號子 一起類推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 這個 你要給它一串序列 然後讓它自己去對應 這樣懂我意思吧 當然你要先把那個對照表 pre-transport 給它 你如果完全不給它 可能可以 其實也可以 這樣懂我意思 其實也可以 這個 這個 就是讓它自己從頭開始學 好我們處理完了之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分割完之後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必須把 我們本來的Data 是 50 x 400 200多 x 1 x Benji Size 現在直接就變成了 400多 x 1 x Benji Size 這樣懂我意思吧 沒有那個50 這樣聽到懂我意思吧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知道它 第幾個字就好 對不對 第幾個字 第幾個字 然後在Arctitro裡面去對照 這樣可以理解喔 好注意一下它現在的 Dimension喔 好 它是494 x 4535 它現在是第幾個字 第幾個字了嘛 對不對 這是不是有點像 我們當初的這個 就是 就是 我們每一個字 就變成了 第幾個字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做喔 我們再把這個 這個 Iterator把它做好 好最關鍵的就在這裡啦 Arctitro Arctitro這裡多了一行 叫 Imbed 1 好注意這裡 本來是Data 直接變成 直接過filter對吧 現在變成 Data先過 Imbed 1 這個 Imbed 1 負責把它 根據某一個對照表 把它點過去 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個 Imbed 1 這個 MX Symbol Imbedding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這裡的Input Dimension 它總要知道是幾個字嘛 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告訴它 它的大小是什麼 幾個字 然後它的輸出是幾 它的輸出是50 因為我們其中 它最後面50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齁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輸出跟它的這個output 然後我們這樣source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MX InfoShape 它本來是49 4乘1乘20 經過Imbed 1之後咧 就變50 欸這個後面就正常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 Imbedding 這個 這個那個就是 結構大家可以理解齁 好 我們必須把 Imbedding的權重把它填進去 如果不填的話 它就會從你隨機起始值開始訓練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把剛剛的 Word Matrix 這個Matrix 所有的隨機起始值 把它填進去 並且 在這裡 你注意一下在這裡 並且在這裡 我們把這個 Imbed 1 把它fix住 就是不要讓它學習 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再做一次訓練 欸 training sequence array 喔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把training sequence array 把它分出來 好這樣我又可以自行追習啦 好注意我用的是 剛剛那個Imbedding之後的喔 欸為什麼那麼慢 喔原來我用了CPU 難怪慢 難怪這麼慢 把它改GPU 好這個正常多啦 我就我比較習慣這種速度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最後 出來的performance是怎麼樣 應該是不會改變啦 因為其實結構沒有 這個整體的運算邏輯沒有改變嘛 對不對 它的差別只有在 我的 embedding變成channable 呃是test txt txt sequence array txt sequence array 好那這個沒有關係啊 這個 有沒有上升其實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好 我們現在來思考一個事情 大家想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的矩正 大小的多少 那個對照表大小 大小多少 三四萬推五十對不對 那 你病例裡面有個單字是幾個 五千多個對吧 所以如果你直接讓那個 你直接讓那個 就是embedding的對照表 直接training 他在把那個吃 有五千多個智慧 全中會改變 剩下的呢 不動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有什麼問題 你這樣如果 你以後出現你的 這五千多個智慧 以外的智慧 進去 這兩個可以一起 不行 對不對 因為你就有在動 就沒在動 對不對 那我問我們有什麼好方法 讓你起動 那職工藍先回答一下 那職工藍先回答一下 如果你跑到房間那裡起動 講啊 啊 修改他要什麼 你講你講你講 修改他要什麼 修改他 怎麼修改 給他上課會講到 好 啊我我都已經寫在這裡了 你還看不出來 來來來來 修改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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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下 你覺得要怎麼幹 因為聽懂我的面敵嗎 本來有3.4萬文字 但實際上我只有五千多文字啊 但是我希望這3.4萬文字 你一起用 不要只動那五千多文字 如果我要吹你整個 那我們來 這幾年你有沒有想到什麼目標變換之類啊 你有沒有現在找到你的體驗就是這個 目標變換啊 對 對 不是你跟謝忻代數不太熟 跟謝忻代數不太熟 哎呀 謝忻代數不需要很熟啊 你應該知道陳正如的舉證之後就等於是座標變換嘛對不對 這個夠簡單了吧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給他一個舉證的話 他不夠一起換 要換就一起換 對吧 因為我突然覺得很簡單 就是 我啊 這個 我如果本來是 五千 我本來是這個 我本來是 假如說40萬 乘以50 對吧 這個大舉證 那我 他在 他相當於是在我的空間中 有很多點嘛對不對 有很多點對吧 那我想要把它整個做一個坐標系的轉換 比如說我想要把這一個 做一個旋轉好了 他是不是 乘上一個矩陣就可以旋轉了 好 數學系以外你聽不懂 我不知道 好不好 這個 所以你就乘上一個矩陣嘛 然後呢 50乘50 那他是不是可以做一個坐標系的變換 把這50個軸做一些 轉換 那這樣子他的相對關係會不會改變 在附近的還是在附近 但是距離多多少少可能 本來 我離他的距離跟離他的距離是一樣遠 但是因為這個坐標被壓縮了 這個坐標被放大 所以變得離他的距離 但是 我在動的時候 我這兩個 我們兩個的關係在動的時候 我們周圍 中間所有那些沒有出現 都一起動了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 欸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去解決 這個方式 這個方式 在 神經網路裡面好不好實現 欸也不會很難實現啊 對不對 我一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本來 配對完之後是 50 乘以494 乘以1 乘以b 乘以b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我要怎麼做 舉陣運算 先進轉換 欸我們可以 我們不就是要 加成一個50x50的局勢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我們是不是可以設計一個 1x1的 50x1的 這個 這個 然後 成為50 50的filter 這樣過完之後會變什麼 1x49 是 50xV 對吧 然後再由這個繼續進行多通道的訓練 對不對 所以我裡面只要多加一層 看不下去 他是不是相當於我做了 剛剛講的那個很複雜的作標變換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會不會很難 不會很難對不對 想通了之後其實覺得很簡單 想通了之後覺得還蠻簡單的啊對不對 來看著 Embed 1 接著Embed 2是什麼 就Embed 1嘛 對不對 然後變成50x1 50對吧 然後後面的這些Embed 2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做一個簡單的座標變換 我們就可以解決這些事情 看他裡面就覺得很簡單 聽起來是簡單的 欸你做起來不覺得很簡單 加一旁就癢 要自己想到吧 要自己想到 要自己想到 是喜歡哪個 是不是 如果是你自己想到的 可是 可是我那時候想就比較 然後 就是那時候以為比較簡單 再更簡單一點 就是 這還不夠簡單 就是 就以為只是 多了一個 可以學習的 好像是沒有 欸 成 想是這樣講 但數學的意義是前面 就沒有想到那個瞬間 數學的意義是做到變換 對不對 但是 想是 的確 就是 你從結果來看就是多了一層 對不對 就是我本來 本來其實只有兩層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變三層了 如果從結構上來看就是這麼簡單 那實際上是做了什麼 實際上是做了一個座標變換 這樣就是 動作的意思吧 那 座標變換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 我們 根據某些 特定的做標點 就是那五千多個 把他們相對關係改變的時候 其他的這樣一起在動 所以 隨便舉個例子來一點 你把他講天堂星星啊 這個 我把這個 北極星跟這個 天堂星之間的這個 距離縮減啊 比如說 根據這個 什麼 什麼 我現在隨便要讓我鼓爛啊 好不好 根據什麼 什麼路人變換啊 對不對 做了什麼空間的這個 縮減啊 什麼之類的 聽不懂我愛公三角 算了 你聽不懂我的笑話 就算了 好啦 反正就是 我在空間中 把某一個部分縮小了 某其他部分拉大了 這個 雖然我只有拉動 某一顆星星跟某個星星中間 可是 這兩個點 可是中間所有的星星 是不是都被我拉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就類似於 我在 調動某些座標的時候 我在調整某些座標的時候 其實其他中間的座標都被我一起改變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 這個座標軸轉換就是有這個好處 這樣懂吧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欸 蠻有邏輯的 你有沒有覺得突然 自己跟限定 戴數好像 有 欸好像可以再培養再改 有嗎 有嗎 你有覺得好像 欸自己一樣東西嗎 還是你以前在學習近平台說 你想說 他媽這什麼東西啊 用不到嗎 欸你以前就這麼想喔 真的喔 好吧那你現在有感覺用到的感覺嗎 那你以前在學微疾分的時候 你有感覺 欸 其實中間是什麼可能我到 你也是我覺得 欸 然後我們第一節特就用到了 對不對 這個 還有想到那個 前陣的新聞是不是在報嗎 然後鍾明軒說什麼 學肉哥跟我買菜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真的沒有關係啊 欸 所以他就只能買菜嘛 對不對 欸各位 各位肩負著人類進步使命的 各位同學啊 好不好 你們是國家未來啊 你們這個 你們這麼重要 所以你們會微積分啊 對不對 好啦 這個 我們今天上課已經上得差不多啦 我來我們講一下今天 上課一下今天的重點 今天重點有幾個 來 那個我們請這個 呃 張阿琪跟我上課了一下 來 張阿琪 你上課了一下 今天我們教了什麼 重點是什麼 你學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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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為什麼我講得多啊 文字 你學到文字 我還有嗎 有沒有 你至少要講些重點的 來 你習到文字 你學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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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生就知道了 一出生就知道這件事了 好好好 那這個我跟你們講你們今天重點學到什麼 當然你們最重要的是你們終於 你們以前可能沒有辦法想像文字怎麼處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們經過今天的課程你們 花了比較少的時間 大幅度的review過整個就是近代發展 對不對 那文字後面還有一些處理的方法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最關鍵的 你如果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後面的字比較好 容易接上你這樣子 好那你最重要學到的一個東西 其實是我領培你的這個東西 雖然我們沒有做練習 但其實是我們試著把文字做 語意的萃取 對吧 因為這樣我們才有辦法降 那它萃取的方式非常的巧妙 對吧 那個萃取的方式那個模型真的是很巧妙嘛 當然啦 就是這個idea提出來之後有非常多類似的方法 但是模型做了一些改變 但是我還是覺得原創是很了不起的 這個 那然後接下來你學到什麼 你可以把文字 一天文章看成一張圖 然後用選機網路去處理它 但是你必須要用特定的結構 欸你不能真的就把什麼resonator套過來 一陣虎搞瞎搞 中機出來 欸這個真的是虎搞 如果你真的把resonator套過來 真的是虎搞 不然猜它你不做個實驗 你把resonator套過來做transfer 你看看它預測出來總卷讀好不好 一定是很難 如果變好了那 可能還有一些什麼不知道的事情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學到的重點 其實你說那個限定變換啊那個什麼 其實就算你不會 老實講也沒什麼難 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你看羅宇生剛剛講的 其實一開始有理解就是多一層可以訓練的 也不影響結果啊對不對 其實你看多一層可以訓練的 是不是就只是把模型加深而已 這個正常 看看你什麼東西 你以後那個碩士論文發現準確就不夠 你想說那我多加兩層好 你可能不會想太多有名的 對不對 最後你發現變準了 嗯那我再多加一層好了 對吧 你是不是會這麼解決的事情 你看看 可能會這麼解決的事情 欸 這其實不影響你的準確度提升嘛 對不對 好 那 所以其實這並不是那麼重要的事 好 我跟你們講 你們今天已經知道文字大致上的整區 下一節課 我們要學地回神經往路 這個東西就難了 我強烈的建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不是說 那個 我們現在的上課都是兩個 兩個堂課為一個session嗎 對不對 這個第一堂課跟第二堂課中間 呃 第二堂課總是特別難 你第一堂課總是稍微簡單一點 對不對 欸這裡也是成型一樣的傳統 下一節課會有點難 好不好 所以希望你們這個 先復習保證自己 今天學到的全部都會 不然下一節課不可能會 然後 稍微看一下後面的東西啊 後面的東西真的是比較難 好不好 後面的東西我們要學一個新的成型網路架構 叫LSTM 一回神經往路 這個 長短記憶單元 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模型啊 這個 欸你如果 你第一次看你會覺得靠 這模型怎麼可能實現了 等你看完我實現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 欸 其實很多很神奇的模型 我應該有實現的 這樣 don't worry 是不是 我透過 我基本上就是希望透過不同任務的介紹啊 帶領你們啊 可能又改Data的格式 又改這個 Dature 對不對 然後這個 很多東西都改來改去的 然後最後 產生出比較準確的結果 好就是這個樣子 好吧 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啊 來看看等人留下來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去 好好的去跟你們 認識一下人 好不好